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,这一点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,但是现在美国却正在走向一条不归路, 美国不仅因为推出伊朗核协议与伊朗关系急剧恶化,同时搬迁美国大使馆至耶路撒冷,更是让巴尔之间爆发更大规模冲突,如今特朗普却又向世界宣布将要对伊朗实施石油禁令,伊朗作出的回应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一旦中东的石油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向全世界,那么将会的世界石油市场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, 巴尔冲突升级美国就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,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提出调查加沙地带冲突的议案,但是美国却直接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,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依然还是在国际社会上我行我素,想封锁伊朗石油对伊朗釜底抽薪, 还开始对欧盟等国家开始大贸易战,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也迅速的升级,军事对抗的矛头也已经出现了,美国现在也从美国调遣了三只航母打击编队驶向中东,所以这很有可能,就是为了战争筹谋, 美国一直推行石油与美元挂钩的霸权,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将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石,所以美国现在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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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